都已经变成怪兽了 还有可能成为剿灭怪兽的防卫队成员吗 那当然不行了 水船知道 卡夫卡对当防卫队成员有执念 但事已至此 雅各就没戏 无论怎么看 他都是被讨伐的一方 谁一见到就要被灭杀处理的 卡夫卡难过极了 一想到无法的追上米娜就很绝望 可是更关键的问题是 可能他一见到你就杀无射 水船发现旁边就是进去 只要躲进去就不会遇到人了 至少能逃过防卫队的追捕 但卡夫卡就听到 有东西从地下来了 而且还能感受到那只怪物的动静 米娜只会对我分成两队 一队继续追卡夫卡 另一队跟着他去新的事发地追杀怪兽 卡夫卡认出 那边的怪兽和之前袭击他们的是同一种 水船觉得防卫队被分散 正是逃走的好时机 卡夫卡纠结了片刻在跟上他的步伐 在真正的怪兽出现在这边 尽住轰然倒塌 破装的墙面下压着一个女人 他身受重伤 这情况八成已经逃不掉了 他只能催促 旁边哭哭啼啼的女儿赶紧套 女儿舍不得妈妈 拼了命想把他救出来 就在这时 听到动静的怪兽掀翻了盖住娘儿的墙壁 还张大嘴巴准备吃掉他们 就在千钧一发之间 变成怪兽的卡夫卡 一拳打费了怪兽 他都没想到自己一拳竟然这么强大 卡夫卡问女孩怎么样了 但这副模样只能把人吓傻 聪明如他 想到了半鬼脸来逗小孩的办法 但这个脸 这个表情实在让人笑不出来 小孩被吓得直咬脑袋 这之后 士川终于追上来 女孩的母亲并没有死 只是晕过去了 卡夫卡交代士川 照顾好他们母女 而他要独占怪兽 他用尽全力轰出一圈 顿时把怪兽打包血肉横飞 天空煞时下起了一场血雨 士川大惊 这力量要适用到人身上就完蛋了呀 卡夫卡浑身是血 吓得女孩不敢抬眼看他 但他还是安慰女孩 自己这就走 防卫队 马上就会过来了 他刚转身 小女孩便礼貌地叫住他 短短一句话 便让他找回了初心 他果然还是想 实际跟米娜的约定 所以他决定不放弃了 原来你能变成人形啊 这不就妥了吗 米娜带队伍来到这里时 遍地只剩下了怪兽的 尸害与血迹 小女孩问米娜 能不能别杀温柔的怪兽 这话 把没救过温柔怪兽的米娜 给整不会了 难道还有好的怪兽吗 女孩解释 是那个好怪兽救了妈妈 米娜大脑飞速运转 也暂时没想出过所以然 最后根据目击制的描述 卡夫卡变成的怪兽 被安上了怪兽八号的名字 三个月来下落不明 视频们也都很担心 怪兽八号会随时触摸伤人 因为他是自防卫队创理以来 第一只未能讨访的怪兽 也因此 他遭到了全日本防卫队的追杀 但现在 怪兽八号本人已经消停了 卡夫卡每年都会参加防卫队选拔 然后每年都落榜 反安慰会 德叔担心卡夫卡没选上 不想让已经被选上的视川 去给他送通知 让他受到二次打击 但视川想亲自给他送去 他走出门偷偷看了一眼报告 随后迈着轻过的步伐去找卡夫卡 看到视川的反应 同事们也终于放心 看来卡夫卡被选上了 最后的机会 大家都希望他顺利通过 视川欢喜地拿着通知书来找卡夫卡 却见他大大咧咧地 露出怪兽形态 正优秀的吃饭 视川两脚飞踢 警告卡夫卡时刻注意形象 不要乱变身 不然随时可能会被秒杀 但这也不是卡夫卡的错 虽然过了这么久 但还是一不注意就会变身 而且就算他想变回去 变不完全 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怪物 视川希望这个怪兽 本人能有点自知之明 现在全世界的防卫力都在找他 结果他一大大咧咧地出没 视川觉得这家伙真没有一点警戒心 之前他们假装成了 被怪兽吓得逃出一员的样子 这才没暴露 视川意外 他以为卡夫卡会表现得更高兴一点 卡夫卡得意的说 自己一般都是在第二轮测试才落选 第一轮可以直接拿下 视川担心卡夫卡现在的身体 卡夫卡却相当自信 还自出力尺 说自己一定会瞒过去的 但是看他这个表现完全没有说服力 第一轮测试只有资料审查和比试 第二轮会得队员眼皮底下进行 要是暴露 可能会立马就被杀 但卡夫卡很执着 就算会暴露 他也不遗余力去努力最后一次 这三个月 他一直在捣鼓自己 但没有找到变回原状的办法 今年他已经32岁了 这次测试是最后一次机会 视川知道卡夫卡的性质 既然要参加 那咱俩就是对手了 卡夫卡自省一笑 顺手就要拧水平 然后一用力就变回了怪兽全开模式 卡夫卡立马抱腿撒娇 还发誓 测试的时候自己一定会收起来 但视川已经不想管他的死活了 动不动就献出原形 天望老子来了都救不了他 视川走着前还提醒他 其他人就要来了 又好好保持住人形 转眼10天后测眼当天 看到门口周全的防卫队 视川感肯定 卡夫卡又是在这里变身 绝对死定了 这时 其他考生也陆陆续续来了 卡夫卡想去迁道 却被一个黄猫小姑娘叫住 小姑娘开口就叫卡夫卡大叔 而且一直都是这个称呼 卡夫卡一时间难以接受 自己已经到了被叫叔叔的年纪了 不不不 自己才32岁 小姑娘却说 这正好证明了他就是大叔的事实 小姑娘找他 不是专门调侃他 而是因为他们的车停在那儿 他的车停不进去 明明读得到处都是空位 但他就是看上了这里 因为他的幸运数字是5 这里位号55 不是双倍幸运吗 见卡夫卡不肯动 黄猫丫头竟当中脱下衣服 单手举起了车子 还随时被他丢到一旁 狂猫自我介绍 他也是这里的考生 名叫四只公七可路 爱好杀怪兽 不过他有一个疑问 吃穿急忙解释 我们都是干怪兽清理的 身上有怪兽的味道 当然很正常 四只公却好奇 搞清洁的干嘛到这儿来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卡夫卡已经抬起车 把车放到了一旁 四只公花容失色 难道他也穿了私人战斗服吗 卡夫卡装逼成功 立马将人自我介绍 我是卡夫卡 给我记住的小妹妹 但四只公的管家 下一秒就被车为战了 全程没有多看他一眼 四只公原本是来走过流程 没听得还挺有意思的 他想高地得让卡夫卡吃鸭才行 四只公走后 试穿火帽三丈 训斥卡夫卡不该使用力量 卡夫卡有些得意 他成功让看不见的部位骗身了 这不是很成功吗 试穿警告卡夫卡 要是再用力量 就要强行把他赶回去 但是卡夫卡体测一点都不顺利 他根本跟不上别人 可是他原本就有锻炼的习惯 而且每天都干着重体力活 怎么会如此 第二轮测试主要考察体能和资质 资质测试纯肯天赋 没有进步的余地 所以考生只能在体能上下功夫 不过卡夫卡体测表现并不好 难道真是31过全身保错 跑步的时候 卡夫卡也被其他人远远甩在了后面 他想要使用力量 应该就能超过所有人吧 这种根本跑不动 提侧所有项目结束 他在225人中排名第219名 在他因为排名太高后 心灰失忆的时候 四十公带着他的成绩弹来炫耀 还嘲笑卡夫卡一无是处 只会说大话 一想到之前的狠话 卡夫卡就尴尬的无地自容 在跪求四十公忘记一段丢人的回忆 你就是速趴卡夫卡吗 四川却松了口气 这么惨 看来是真的没有使用怪数的力量 卡夫卡表示 大家都是靠奴隶来到这里的 自己一个人用那种力量也太不公平了 虽然说这种话真的很帅很拉风 但是当吊撤尾真的好要命 四川却认为 前辈排名低应该不是他个人的原因 因为这一次测验高手云集 来的都是数一数二 专业还比较对口的选手 想在一群绝王里一技绝尘 还是非常困难的 选手中最优秀的是 讨伐大学中最年轻的毕业生 年仅16岁 最低名成绩跳机毕业 被誉为史无前例的天才 四十公岂可乐 不少选手都以他为目标 想在这里大战伸手 四十公走到卡夫卡面前 嚣张花花 哎 你现在才知道我的伟大吗 卡夫卡控制不住机动 上前问候 就被大小姐的保镖狠狠暴走 受不了朝奔的卡夫卡 再度放狠话 我一定也会让你吃别 话是这么说 但他已经并领落选了 试诚安慰他 不要过早放弃 这两年资质测试中 出现过处理怪兽尸体的考题 这说明测试似乎有改革倾向 讨伐不太仅限于击杀 还会考察怪兽知识和协作能力 这也是他选择怪兽 机体当兼职的理由 这话让卡夫卡看到了希望 但是第三场的测试内容 让他们大跌眼镜 第三场测试的选拔委员长保克介绍 资质测试 是在演习场里讨伐怪兽 张着血盆大口的怪兽 朝门口的委员长保克窜来 这动静吓得卡夫卡贪作在地 完了 真的能通过这一关测试吗